只要簡單的水兌咖哩醬 它是屬於後下的基底 它調出來的風味 其實不輸給我們自己去熬煮的咖哩醬 瞬息萬變的餐飲商機 不可不知的關鍵解密 歡迎來到小莫方關鍵時刻 成功的機會在環境、潮流、個人 缺一不可 在飲食習慣改變的時代 外帶、外送、外帶、網購、條理包 都是餐飲轉型的重要關鍵 而當重要點便是了解消費者的喜好 今天我們為各位介紹 在各式料理都能見到 常年佔據外送排行榜的咖哩 它廣受歡迎的關鍵是什麼呢? 我覺得咖哩就是一般家庭中 最容易被接受的料理 我個人覺得咖哩是百搭 熱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香香的 又如果帶一點辣辣的就很好下飯 如果是冷的很好玩 咖哩粉跟美艾滋拌在一起 它就是好吃的一個東西 不會去排斥說咖哩一定要吃熱的或吃冷的 咖哩本身就是一個止溶性的香料 它也需要藉助加熱才有辦法把它的香氣揮發出來 因為它裡面有十幾種香料 香料我們都知道它經過加熱 味道會釋放 咖哩粉就是一個很不好操控的一個粉類的 因為它本身是磨成很細的粉 大部分人是如果你大火快炒 那會苦就是香料裡面有幾種 是遇到熱很高溫的時候 它反倒變質 它會有苦味 像這次的小模仿咖哩醬 其實替我們廚師省去了許多複雜的工序 你前面可能可以再多炒個咖哩粉 增加它的濃郁 這樣子反而這個咖哩醬的味道 又會更凸顯出來 只要簡單的水兌咖哩醬 大概是在中小火的火力去噴調它 它是屬於後下的一個基底 它調出來的風味 其實不輸給我們自己去熬煮的咖哩醬 如果一個餐廳只為了要去準備一個咖哩粉 你還要去找這麼多香料 我覺得第一個是 它有能力跟成本的穩定度 光這兩個成本你就很難去掌控 比如說咖哩粉的配方 它裡面有薑黃、豆蔻等等的十幾種 然後你只用一點點 然後你還在去做保存 有點困難 再來的話就是你調配的比例 你會因你每一次這個人的狀況 氣候的狀況 還有自備時候的狀況 而每一次風味都是不太一樣的 穩定度我覺得沒那麼好 我們為了要讓我們的店家的品質穩定 所以我們會選擇小模仿的咖哩醬、咖哩粉 其實可以替我們許多師傅省序 我們一開始要去熬湯 或者是要調製這個咖哩醬的許多時間 然後也可以去做更不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延伸不一樣的料理 小模仿的咖哩醬的話 其實它的辣度其實它沒有到很辣 然後甜它也不會到太甜 它會甜裡面帶一點鹹 它會讓我們的食材更入味 然後也不會說煮出來 怎麼那麼的水 不像咖哩醬 八戶性其實是足夠的 像小模仿的調味咖哩粉 或者是印度咖哩 我覺得就是它是一個很印象很鮮明的一個咖哩的味道 那我的方式我會從料理炒洋蔥加蘋果 那我要有水果的甜 然後有洋蔥的香 然後再帶入到咖哩裡面 對我來講我達到我有咖哩的目的 那我又有其他的跟人家不一樣的方式 再來是我使用到小模仿這隻的椰漿 它的油脂含量其實也蠻足夠的 不能喝牛奶的消費族群 其實椰漿它就是等於是它的替代的一個乳製品 其實煮南洋雞一定要加到我們的椰漿 這個南洋雞的味道才有辦法去凸顯出來 許多餐廳師傅可能會擔心說 可能我們都是使用小模仿的產品 是不是口味會有衝突到 口味其實是掌握在廚師師傅手上去做出它的變態 雖然我們使用的是一樣的商品 可是其實各家店有各家店的特色 它可能煮南洋咖哩 可能這家店的師傅香茅下的比較多 或者是說它椰漿下的比較多 還是會不一樣 所以還是取決於在店家的自己的一個料理手法 去改變這個食材的本身跟人家有區隔性 透過案例中的兩位主廚 我們了解在非常時期的環境 順應餐飲趨勢的潮流 增加個人技巧的配方 善用優秀的料理工具作為基底 做出特有的風味 在時間、金錢、品質穩定的考量上 小莫方、咖哩系列產品都是一大助理 為料理帶來不一樣的視野 下一集將為您介紹 好時漫漫與太古 如何開創與眾不同的餐飲商機 想獲得更多餐飲趨勢 了解更多香辛調味料知識 歡迎加入小莫方粉絲團 訂閱Youtube頻道 加入小莫方妙口小吃 like官方帳號 關鍵時刻我們再會